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黃當喜 然後我家是住南投基基 那我從事雕塑工作二十多年了 我現在就是當專職的雕塑助手這樣子 我順便平面設計一點跟雕塑都沒關係 我那時候接觸雕塑算是一個機緣 光憑一張報紙他寫 成成雕塑工作夥伴 我覺得算是一個緣分 對於我開始從事雕塑來講的話 影響最大應該算是余登泉老師 因為我學平面沒有接觸到雕塑 然後他整個工作室的氛圍就充滿藝術的氣息 印象中老師有一段時間 他可能知道我們算是初學者 對雕塑不懂 他安排我們到他朋友的話是那邊學習素描 這一點就比較謝謝我余登泉老師 之前一路上的幫忙 在那邊工作自己要發揮空間比較大 因為他下班之後 整個工作室我可以去利用 利用那個工作室做我喜歡的作品 創作的東西它是很生活化的 比如說我那時候有養一隻小狗 那我就把小狗的那種形態 對那種情感把它融入在作品裡面這樣子 我經常會用眼睛去觀察 然後在技巧方面可能會思考說 你用什麼樣子的方式去表達 會跟你的作品比較貼切表達 你想要表達的作品出來 算是你的想法的話 跟技巧要互相仔細去思考 一件作品它的一個心情故事 我的作品是因為像我跟我那隻小狗 有很多的情感 所以我就 我從養寵物帶前後一代有養三隻狗 所以我作品裡面就有把小狗的那種形態 融入到作品裡面 因為有些構思想法是跟你跟狗的互動 就會變成說你創作一個主題性這樣子 像你作品來講的話 我可能會把它的範圍先把它想出來 讓觀察者不會說 只是一件作品這樣子 我也把氣氛把它引導出來 但是那可能是我自己內心的想法 一個作者他表達的可能是自己的想法 而我是希望說 觀察者他認到自己的想法 並不是說因為我的想法 他就跟我的感覺走 因為每個人他可能生活中 他每個機遇都不同 你自己做創作的話 你那種格局要把它設限大一點 因為我原本準備這些作品是要參加比較大型的展覽 所以我作品前後準備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因為我白天有在上班 我只利用下班跟假日 有時候還要回爛頭家裡 所以算一算時間算是很少 這一次因為 當你準備十年之中 你可能會發現到有很多展的機會 我想說那就 就拿這些作品去試看看 看有沒有機會展覽 算是很幸運 這次展覽能夠入圍這樣子 自己會覺得說 只要自己想做事情 就是一直去做 頂的目標一定會達成的